現在才知道 乃哥好險 安心活到牢 菁姐妹 是 現在台灣社會的氛圍 人到中年兩不堪 生不容易死不甘 這個時候大家擔心的是 退休的生活 沒錯 退休生活呢 第一個希望活得非常有尊嚴 第二個活得很幸福快樂 那萬一生病的時候 至少有人看護 那這個時候 你是不是要先未以籌緒 我們今天要跟所有的 觀眾朋友分享 一利用你自己的一個力量 安排你一個非常安逸的 退休生活 沒錯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教大家 如何在老年生活 我可以又堪又乾 又堪 對 歡迎我們今天的來賓 歡迎四樓 大家好 歡迎菁姐 嗨 大家好 歡迎菁姐 哈囉 菁姐妹好 菁姐好 你們三位會擔心老年生活嗎 對 超怕 今天就有專家來幫他們建設 會 會有錢 而且現在又提早更年期 然後我們生活 提早更年期 真的 真的 我們很多朋友40歲就有遠視老花了 妳才剛結婚而已 不能更年期 對啊 欸 那妳老公多衰啊 怎麼說 這晚我們發現 我老婆更年期 那也太慘了 可是占到很多 沒錯 現在老化很多那種老年病都提出來 而且身邊太多人得癌症 對 沒錯 今天我們就有專家 等一下要幫這個三位來賓 好好健檢一下 你們的老年退休金到底夠不夠 對 現在聽到老保會導 大家都很擔心 今天請妳來幫我們大家解析一下 是 歡迎俊鴻 俊鴻來 大家好 還有好朋友 易如 大家好 根據內政部的一個調查 國內65歲以上的老人 他的生活手需 48% 是子女奉養的 那表示台灣的子女都還滿孝順的 對 但是只有48%啊 比如說你一個月要2萬塊 對 小孩子給你9600 那其他的錢到哪邊去拿 對 政府負擔29.66 喔 老保 給付一些其他的一些 比如說補助 老農 年金等等 那這樣有六成 對 那加起來就是有六成 那其他真正靠自己能力的 用保險的力量才17.37 可是問題現在小孩子越來自己 都養護不了自己 對啊 小孩子越來越少 可能像有一個家庭 一般只有一個到兩個 很少超過三個了 對 那萬一那48沒有怎麼辦 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跟各位報告的 就是利用自己的力量 打造自己的黃金退休生活 是 君宏 那這個保險真的可以幫我們 就是好好的規劃我們的退休生活嗎 保險真的可以幫各位打造退休生活 因為它的資金的運用是比較安全的 那怎麼說 其實目前的風險啊 其實一般人剛剛講說怕活太久 以前的人是怕可能死太早 你現在怕活太久 所以代表它長壽的部分 可以現在用像年金鞋 那年金鞋的好處就是它保證一直 就算錢一直領完了 像我們一般如果錢 活得越久領得越多 對 活得越久就領得越多 那醫療的部分是大家都會買 可是醫療其實大家可能忽略 它其實是住院才有 對 可是現在很多的狀況 大部分像我奶奶也是請外勞 其實很多在家可能 現在有很多居家看護對不對 對 居家看護 那個其實醫療險都不買 其實它的費用比住在醫院還貴 其實貴 它平均來講 有時候小小中風啦 生活不便啦 那個大概要2萬到5萬 而且包括現在很多癌症的病人 可能你在做化療的過程 然後或者是標靶 它其實都不需要住院 它都希望你可以待在家裡 對 但是總是有一個人要在旁邊照顧 沒錯 因為會有很多的不舒服 那其實老年生活分成兩部分嘛 一個是死後生雇金 留給家人小孩的 那一個是退休生活 對 我們來看 第一個就是退休之前 你可能擔心了就死了以後 那小孩子沒有人照顧啦 還有一大筆的一個貸款等等 這個部分就是生雇的保障 那現在大家比較擔心的反而是 退休之後到死之前 你要怎麼生存的有尊嚴 對 不要去人家存當手 我一開始對保險完全沒有概念 我看到那一大堆什麼 當我完全是投婚 很多人都看不懂 完全看不懂 不是只有你啦 對 所以那時候是因為我有會計嘛 然後他就說 心裡我覺得你們應該要投保 尤其譬如說我之前有腦震盪 那他就覺得說 這會不會造成以後 我會不會有一些 後遺症 所以他就跟我說 醫療險其實是很重要 對現在人來講 我說好 那我要買醫療險 那另外一個 我一直有聽到同學 他們都是有買儲蓄險 那因為儲蓄險很好啊 儲蓄險到底是什麼 他們就有跟我說像我就是有保這個 6年就可以領回了 對 我覺得儲蓄險很好 就是他可能 每年就是繳一個金額 然後譬如說到 6年之後你才算合約到 妳是6年交了48萬嘛 每年差不多8萬嘛 6 8 48 然後6年到了可以領回50萬 對 但我如果不領回 我就一直放著 我就一直放 放到假如我85歲或90歲 我死掉的時候 我可以領大概1千多萬 1千多萬 利息是這樣翻倍翻倍 妳是說身故的保障有1千多萬 對 而且我最怕是說 譬如說50歲突然失業了 然後小孩也不照顧我了 怎麼辦 就是至少你手頭上 有一筆錢的話在那邊 對 你如果50歲再去跟人家借錢 我覺得那周轉就 你會借我嗎 50歲 妳的話我會的 真的 還是真的 真的 譬如說只有今天說會 只有今天嗎 沒有 沒有 我們就會啊 50歲就不肥啊 如果楊秀慧跟我借妳就不會 對 那我們來看一下 你真的保障有多少 還有真正的保障 對 我被騙了嗎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你真的 專家幫你計算過後 蛤 又30 怎麼可能 對 妳的一般保單 妳會看到第一頁嘛 第一頁它都會有一個保額 對 差好大耶 它的保額是30 所以 對 所以我90歲死掉 我只能拿30萬 當然不是 其實是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是一開始的生骨保障 她6年已經攪完了嗎 還沒 我之前攪了30 因為心裡還年輕嘛 所以80歲還很久 對 還有 對 所以 所以這段時間的累積 像6年之後有50萬 她應該那個負利 大概是2點多%去滾 對 所以用50萬的2點多%去滾 滾到80歲的時候 對 就日文哥 你比較怕老還是比較怕死 我比較怕 怕 生病 我也是 那就怕老 對 怕老啦 對 老了又生病怎麼辦 好像死了兩腳一蹬 就不知道了 對啊... 眼一閉也就過了 那你家芽芽該怎麼辦 所以 對 所以我就幫我老婆 保了很多受險 但受益人是我啦 哈哈哈 你幫你老婆保 拿錢真的是你耶 然後我自己是 我自己是保受險的 那你就是沒有留 那個啊 生骨金給雅雅 應該有啦 你到底保了多少 老實講 我對我的險真的不是很清楚 那沒關係 你板子拿出來 沒關係 我看一下 看一下你腳多少 我保險大概從二十五年前 快三十年前就開始保 完全懵懵懂懂 全部都是人情 因為你知道 每次公司如果有財源 那一票人沒多久呢 他就算上大禮拜 你員工就來公司找我 沈哥 不要這樣嘛 大家要同事一場 然後保了 就莫名其妙就保了 然後說實在也不曉得說 裡面的內容是什麼 對 然後呢 業務員最討厭什麼事呢 就是我們最討厭業務員 發生什麼事 就是他每天呢 他不見了 你說換工作 離職了 所以我常常發生 可是會有人承接他的業務啊 對 但那個人 因為他跟你不熟 他只是因為 你對他沒有信任 他只是業務的分配 他承接了 那他對你就不再那麼熱情啊 因為要找他約喝咖啡 很難 除非什麼時候他願意出動 他有新的保險要叫你保了 他就要有殷勤 我曾經 我那時候保險我一個月 對 我那時候薪水雖然 差不多五六萬的時候 可是我保險好像就已經要繳到 就已經一萬出頭了 我就用這麼高 一個月喔 對 對 然後各式各樣的錢都保 那我印象最深刻是這個 我記得這個險 他是投資型的 對 那個時候還滿新潮的 就是基金 對 他用我們去買基金 他每個月呢 都會寄報表的給我看 我每次都跟真的一樣在那邊看 其實我根本看不懂 他寫一些什麼霸凌 什麼鬼東西的 我也都看不懂的名稱 然後什麼獲利率 它是百分之幾%這樣子 對 那很長一段時間 我就覺得好像是負的 我也不好意思去請教業務員說 我這個是什麼狀況 對 就我繳繳繳繳了 繳了三年多 其實差不多快四年了 然後就 我記得每個月都要繳六千多 到後來我 因為這個業務員就不見了 對 我就認識一個新的業務員 然後我就說算了 那把那個解約好了 因為我心裡想說 我解約應該可以拿個 四五十萬之類的 因為你也放了不少錢 因為繳了三十萬了嘛 對對對 結果後來呢 保單價值說兩百塊 到最後剩兩百塊 我說什麼 他就告訴我說 我那個東西其實一直 一路一直在扣扣扣 一直在虧錢 他除了虧錢之外 還有一個動作 是因為玉琳哥用了解約 解約的話 這個保單就完全沒有價值 沒有 第二個是 因為你只有繳四年嘛 那前面兩年 大部分都是被他的管理會一些 沒錯沒錯 然後就吃光了 很多人都會問我說 四身兩百 對 好慘 很多人都問我說 為什麼動不動要解約 就是因為 我認識了新的業務員 跟他很麻糬 然後新的業務員 所以你要跟他捧場 新的業務員都會做一個動作說 他不好意思先跟你拉保險 他就說 你的保險我幫你看一下 他當作是友情 見證 友情相助這樣子 見證一下 然後就給你拿去一個禮拜 然後就是給你做一份報告 對 然後就告訴你說 你這個不行了 蠢蛋 就叫你姐 對 他就叫我姐 然後去保他的 你現在總共有幾份保單 我 我帶來就有三份 其實我還有別家保險公司 但是那個很複雜 複雜到我也不曉得 把他放在哪裡 沒關系 所以三份保單 你的日期生庫保障 嚇死你們 多少 一撕開你們一定會嚇死 你欲嗎 越來越來越來越 好幼稚喔 你怎麼那麼幼稚啊 一千萬 一二三 零 為什麼 你自己認為是零 就是零啊 我覺得是零 因為我後來有的解約 那之後保的全部都是醫療啊 你現在手上還有三份耶 對 怎麼可能零 我交代業務員說呢 那些什麼儲蓄的啦 那個什麼投資的啦 身庫的全部都不要 我以為你交代業務員說 我身庫之後千萬不要給我錢 所以大部分 所以我要他們幫我做的全部都是 醫療比較多 周中醫療的手術 對 但是 易如真的是這樣喔 沒有 其實我剛剛他的保單 我看了一下 其中有一張保單的保額就 而且滿20年之後還會再負力滾存上去 會滾到像他便宜一千萬這樣 是沒有到那麼高啦 但是兩三百應該也有 就光一張裡面 那那個也是要掛掉才 隔壁才有得拿嗎 還是 對 但是你也可以 因為它是壽險 就是說你年紀大的時候 如果你要解約的話 還是有現金價值可以拿出來 可以體驗拿出來享受啦 那沒想到那個業務員也是 你知道嗎 他不要給我搞那些有的沒的 他還是給我搞的 我回去要把那部分解掉 你不要再亂解約 解約很賠錢 你要先跟專家討論一下 你到底應該要怎麼樣保 保在你的需求上 不過從我看到 其實他的保障是滿適合男生的喔 真的 因為他那個150萬 其實還包含了一個重大疾病跟癌症 會直接先給一筆錢 應該沒有算錯 應該是50萬到75萬之內 那你的業務對你還不錯 所以我們怕得癌症就對了 不是 沒有得癌症 然後先給你一筆錢 對 對… 那其實以這樣來看的話 如果你是家庭的經濟資助的話 一開始等於說有一筆錢 是可以應用在 比較安心一點 對 比較安心 初期生活不會有問題 不會受到影響 對 好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絲榮 你會怕嗎 怕什麼 就是老了之後 對 我現在的狀況 因為我沒結婚 然後也沒小孩 所以生故應該對我來說 不是重點 所以你不擔心生故 對 是怕生病 對 而且我其實 像我比較年輕的時候的觀念 跟我現在的觀念是相反的 因為我的第一份保單 是23歲買的 所以其實非常非常的年輕 然後23歲那個時候怕什麼 怕沒錢 對 怕亂花錢 怕沒存到錢 對 強迫儲蓄 所以其實23歲開始陸續 這那一兩年買的保單 幾乎全部都是很高額的儲蓄 我買了很高額的儲蓄 大概總共連我的醫療保險 我買了七份 其中好像六份都是 因為那個時候很流行 就是十年前很流行 你真的很怕耶 對 就雙倍的 就是說它又有壽險 然後又有儲蓄 總共繳完20年 對… 然後就每三年領回多少 對… 我記得我印象中 最深刻的一個保單 就是什麼 20年後 50萬可以變100萬 這樣的儲蓄 然後我就覺得 如果我現在開始存 一年才繳多少錢 然後20年後 對… 20年之後50萬可以變100萬 我覺得很棒 翻一倍耶 對… 好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的保單 我有七份保單 那六份都是儲蓄險 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 中生受險 對 就是那個20年 50萬變100萬 然後曾經最多就是儲蓄嘛 所以儲蓄的話就比較多 30多萬 對 一年大概30多萬 20年它就繳了600多萬 對… 那你現在已經有先領回200多 不是 是因為三年前為了買房子 是要現結 所以你就把它結了 我把它結 我把部分結掉 那其實事實上結的都… 這個算保單借貸對不對 不是 它是儲蓄 借貸的話要利息 好像保單也可以借貸 可以借貸 但是利息比較高 對 利息要再加一碼 對 我不想要講 加1% 加4碼 所以解掉好像那時候 領回了200多萬 是… 那你現在手上還有的呢 還有的好像有醫療險吧 然後好像還有一份還在繳的 因為我分成有6年的 有20年的 也有16年的 我自己都搞不清楚了 所以它贓出太多了 對… 但是我只記得我是一直儲蓄… 然後我要特別講的就是說 我解約的那幾張 其實撩了大概20多萬 那還好 估算 這樣還好嗎 因為至少你買房子還賺錢嘛 對啦 有啦 妳現在如果申顧的話 保證有多少 我預期應該 我自己有翻一下 好像50萬吧 50萬 所以那邊是50萬就對了 這邊是50萬 是 這麼高 是50萬嗎 申顧禮賠有多少 宋欣妮傻分不清楚 你剛剛講說 你那張可以累積到1000多萬 剛剛我跟金鴻在討論 可能不一定有到1000多 剛剛看了也很多 看了也很多 對 看了一個年 剛剛看錯了 100多萬 不是1000多萬 對 它可以累積到100多 真的假的 那個人物資要太大了吧 可是講 妳現在如果申顧的話 保證好不好 我預期應該 我自己有翻一下 好像50萬吧 50萬 所以那邊是50萬就對了 這邊是50萬 是 50萬 這麼高 50萬嗎 我有翻耶 我這邊來幫她補充好了 她的那個保單在我這邊 這麼高 還是說350萬是指她活到150歲 沒有 其實她的是有增額型的 她是買增額型的售身 對 現在6張保單 她目前大概一年繳20幾萬 對 所以換算下來 她身顧是350萬 重點是 其實她的很多大部分的保單 都是有領錢的 深層金領錢的 對 所以可是第一個 妳第一個數字就錯了 50萬變100萬 其實她是 妳是繳了大概68萬到70萬 才有100萬 對 我在想說 我沒有細算 所以真的是業務員的問題 還是當初的 我只記得就是她有個口號 就是50萬變100萬 她可以這樣子嗎 如果她繳68萬 可以口號說50萬變100萬 可能是誤解 應該是誤解 對 那以其他的部分 她大部分繳的錢 大概她平均下來每一年 妳覺得可以領多少 妳這樣繳20萬 妳覺得每一年 可以領回多少 每一年 她沒有領個2萬塊 不 我覺得最少應該要6萬吧 妳自己覺得應該 10萬可以領到多少 應該 6張 3、4萬應該有吧 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這個數字 4萬 一年 對 大概 目前應該差不多 一張3萬嘛 另外一張也是差不多3萬 所以你有4張 大概隔幾年 所以其實大概有6萬左右 大概有6萬左右 一年可以領6萬 20幾萬 大概領6萬感覺好不好 一年領6萬 還不錯啊 我繳20萬 沒有 這個會讓妳感覺很好 就是有領回 不是 因為妳的 妳現在單純的想法就是 我一年繳20萬8千 對 然後我一年可以領6萬 對啊 我繳20萬8千 領6萬 那這樣賺30% 對啊 OK啊 對不對 這個迷失就會出來了 因為一般我們所謂的儲蓄錢 都是所謂的還本 對 其實它有把妳的一部分的本金 也還給妳 對 所以相對來講 妳可能要考慮到 因為我們剛剛 我們講的是退休之後嘛 對 妳可能要考慮說 妳這個6萬塊 甚至到20年之後 其實是會翻倍啦 它會翻到12萬 這個一年6萬塊跟12萬 能不能解決妳的退休跟 當然不能啊 對 可是我是想到另外一個問題 我是買了大概過了好幾年之後 我才想到一個問題 我今天也想來問專家 過了好幾年 妳的反應怎麼慢到這種程度 不是 就是突然就是發現物價飛漲 對 然後我就想說 20年 通通的問題 還有備值 對啊 萬一100萬 等於是20年前的50萬 是啊 有可能 就沒有賺 當然是沒有賺 所以保險就在騙妳這一點 真的啊 可是我覺得還是可以澄清 因為妳實際上領到這些錢 可能以後貶值了 可是妳每一年繳出去的錢 也是在降低啊 對 如果是一次就繳一筆錢 妳是20年去 所以妳實際上 不出去的錢也是降低的 對 所以妳要拼命活 活到120歲就這樣 因為它那幾張單 都是在民國91年以前買的 那我們的預定利率 是從91年開始往下滑 所以它那幾張預定利率 其實是蠻好的 因為它有一張表 我最喜歡看人家畫本金表 就是說每隔幾年領多少 它一年 比如說現在是領12萬 可是再來可能就2萬 每個月 然後再來可能一個月就領3萬 是越來越多 所以可以慢慢等 是 活著等 如果你現在手上已經有保單了 我們要交交觀眾朋友 妳怎麼樣去活化 妳手上的這個保單 對 那第一個就是增額的終身受險 加極其年金險 現在就是說現在有很多人 就是年輕的時候很拚命 對 但是老的時候呢 窮得只剩下房子 跟窮得只剩下保單 有可能 對 就是買了很多的保單 沒有現金 我沒有人窮得只剩下錢 對 OK 你嗎 那就是說假設妳今天到65歲 妳現在只有房子 妳只有保單 可是妳沒有現金 那怎麼辦 然後身體又非常健康 那這時候怎麼辦 就可以用類似像這樣的方法 我們來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假設妳有買那個增額的終身受險 比如說我買的是美元的 保額是2萬4 保額就大概說是700多萬的保額 那我這20年呢 每年大概繳就是4000多塊美金 相當於一個月繳1萬多塊 對 那我這20年其實總共大概繳290幾萬台幣 我買到這個700多萬的這個保額的這張保單 那到了65歲的時候呢 它的保單的價值大概累積到500多萬了 對 可是我人還是很健康 我沒有掛掉 那我怎麼辦 對 怎麼辦 可是我只有保單我沒有錢 對 這時候就是怎麼活化呢 就是下一張 就是說我可以把這張單呢 換成是集齊的這個 盾腳型的年金保險 就我把這500多萬 我沒死嘛 就當作另外再去買一張保單 盾腳型的 直接保下去了 就本來我如果死掉 我可以領700多嘛 我現在不要 我現在就60幾歲我還活著 我先把500多萬 500多萬的價值 對 拿出來 我就去換一張單 那這張單呢 就是我從65歲開始 我每年可以領1萬多塊美金 相當於一個月 我可以領3萬塊錢回來 對 那我就可以 它保證我16年嘛 是 那我算了一下 這個就有照顧到 退休之後的老年生活 對 就每個月3萬 這樣領領領 大概可以領600萬左右 對 那如果今天我活得更久 我活到100多歲 它可以領到 那等於就是說 本來這張保單是死的 可是我現在把它活化了 那像我剛剛看那個 心靈有一張單嘛 對不對 你剛剛講說 你那張可以累積到1千多萬 剛剛我跟俊宏在討論 可能不一定有到1千多 你現在多看了一個零 對 多看了一個零 我剛剛看錯了 對啊 對 可是它 它應該有到100多 100多萬 不是1千多萬 對 它可以累積到100多 真的假的嗎 那個誤差太大了吧 可是假設說以這樣的狀況 假設它到時候 需要一筆現錢的話 那它可能就可以把這個100多萬 本來是之後才可以領 拿來蹲腳 對 它把它蹲腳 就換一張 那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撇步 好 第二個撇步就是 把你手上終身的壽險保單 賣回給公司進鴻 怎麼賣 對 其實我 用什麼價格賣 沒錯 用什麼價格 簡單來講就是 在做三位的保單 你們的保單 就我剛剛講就是一定是住院 才會賠嘛 另外就是要不然就是6萬塊 或是剛剛算到少了一個0 就差很多 對 100多萬 完全沒有辦法解決 剛剛講的那個長刊 對 長期看護 所以萬一這個狀況發生的時候 其實我們可以善用 其實我們用所謂的 現在很多的保單有本身 除了受險之外 還有長期看護的功能 我們等一下會講到 所以可以用 跟約 改變契約 對 改變契約 更換成 它可能萬一發生長期看護的時候 它就會每一年給一筆錢 對 這樣子的一個受險的功能 所以一開始簽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還是說舊的那些 舊的 舊的把它轉換 也可以 沒受險取消了 對 把它換回去跟約 對 或者是呢 就直接剛剛講的 真的沒有 它跟約也沒辦法 就直接解約 把剩下的錢呢 可是我還建議 解約不要一次解嘛 你可以部分 其實解約是可以部分解 對 部分解約 按照比例 對 按照比例 解約剩下多出來那些錢 拿去買一個所謂的 長期看護相關的一些保險 因為它通常這種長刊錢 只是一年一年繳 我每次聽完保險的東西 我都覺得在那裡死了算了 你知道 真的 因為真的會那種打結 因為 因為模作太複雜了 不是 然後就去想個 因為還是聽不懂 不不不 就是意思是不是講說 如果主約現在買的比方 像以昕妮的例子來講 它不符合它原來的期待 對 它可以用它的合約 直接去換一份 對 一個是更約 換一份適合它 剛剛講的長刊的那個概念 那我們來看一下 活化保單的第三點 好 第三個撇步 就是將你的受險保單的部分 保障 轉到你需要的 因為年紀大了 退休了 對 你需要的健康險的保單 就是部分而已 不要全部轉 部分把它轉到 對 靖孟這怎麼轉 基本上它也是有點像是用解約 把它解約保單價值金 轉換到健康險 過去有些保險公司 什麼叫做健康險 健康險就是醫療險 醫療險 就是三位都很正乎的醫療險 所以受險跟醫療險是不一樣的 受險是掛掉給 受險是解決你死掉的問題 醫療險是解決你生病的問題 這樣除去險就是 對 然後你 我剛剛講了那麼久 你都沒聽懂 受險對我們是沒有用的 受險是要你隔屁了 然後你要留給你的繼承人 還是怎麼樣 對 所以你今生今世 是拿不到那個錢的 我以為你借出來用 那今生今世用得到的是怎麼樣 是你生病了 有人幫你給付手術啊 醫療啊 助援這些 謝謝 好容易 歡迎 我要聽俊猴講一下 我們要怎麼轉 過去保險公司 有用專案的方式 你覺得說你覺得這個保單 如果你覺得保障不是那麼重要 它會可以讓你用專案的方式 把它轉換成另外的合約 那那個合約 它會給你一個優惠的額度 所以可以建議那個觀眾朋友可以去問一下你的保險公司有沒有這樣子 不是每一份保單都可以轉對不對 不是每一份 所以要問自己的業務 對 問自己的那個保險公司 是不是有可以有這樣轉換的權益 這是第一個 那是最好的 最損失最低的嘛 對 那另外一個如果真的不OK的話 那就是用解約的方式 那可以選擇剛剛講的部分解約 對 剛剛用賣的 對 部分解約 對 部分解約 或者減額角清 或減額角清的方式 那另外就是剛剛提到的更約的部分 那是要轉到健康險就是注意一下 因為剛剛前面的年金或什麼 其實它跟身體健康比較沒有直接關係 對 對 就轉到健康險 它會用你現在的年齡 對 現在的那個身體狀況去評估 如果現在身體已經有狀況 比如說有手術過啦 或者是有高血壓什麼 可能它在買健康險 它就會有一些保費上面的不一樣 是 這個要注意一下 是 那講到這個健康險啊 其實像剛剛三位都有提到 很重視醫療險的部分 超重視 那私容是比較重視意外險 對 保障都一樣 費用耐差多 現在如果這樣子的內容 我們就對照一下像那個 對啊 中生醫療 中生手術啊 中生疾病 中生 不會 應該我住院的時候 他有什麼燒煎草可以吃 可能你沒有 對啊 然後你有沒臉 有想過內國了 重點是你年紀比較大 開門 對 其實像剛剛三位都有提到 很重視醫療險 超重視 對 那私容是比較重視意外險 對 之前是我媽媽比較重視 我媽媽比較重視我 因為她覺得說 我們做這個工作可能 經常飛來飛去 跑來跑去啊 對… 開車開來開去啊 可是其實意外險 意外險啊倒是家人 不是他對不對 意外險也有啦 也有醫療嘛 如果是全財的話 對 財費等級其實還是可以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私容的醫療險 我不知道我的醫療險有這麼 中生醫療 中生癌症 尤其我不知道有中生癌症 他都買中生的 你都買中生的對不對 我其實不知道 他搞不清楚啊 買中生的那個保會比較貴啦 對… 住院醫療 中生手術醫療 對 那年繳一萬九千多 還好啊 對 因為他很早期買的 很早期買的 這種應該是滿有保險觀念 他很早只早期買的 他那麼多張耶 而且我們知道我有耶 現在如果這樣子的內容 我們就對照一下 像那個玉琳的 他大概就是他的那個 Double Double的 差到三萬八 三萬八去了 你說誰是誰的Double啊 玉琳的部分 為什麼他玉琳的 你看他的內容是不是 對照起來差不多 一樣啊 對啊 中生醫療 中生手術啊 中生疾病 中生 你比如說上面下面對調而已啊 對啊 為什麼我的貴 你還少了中生肺症 因為你的命比較值錢啊 因為你買得比較晚 我買得比較晚 而且男生的寶貝 沒有 因為我 這就是這半年來 半年請才買的 你最近才買 因為我就是把之前那些都解掉了 然後把受險的不要 儲蓄的不要 那反正我就說 我一年的那個保險預算 就這麼多嘛 你全部把我弄成跟健康有關的 對 所以他就給我弄成這樣了 所以現在買比較貴嗎 不會 差那麼多吧 是嗎 會喔 會兩位 可是我的福利比他多吧 是嗎 有多了一個重大疾病 對 他就是住一等 我住二等這樣 不會 應該我住院的時候 他有什麼燒煎草可以吃 可能你沒有 對啊 然後你有美女看過 你想太多了 重點是你年紀比較大 才買 對 喔 你幾歲了 我今年喔 56年次的啊 只有你是之前家裡有人生病 所以你會特別重視這個部分 其實今年因為前幾個月 我周遭很多親朋好友 就是不約兒童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都罹患了 那個沒辦法 那一定是不約兒童 那怎麼約 人家現在在講很感性的事情啦 哪有人要生病約好的 謝謝 謝謝 對不起 就是說 很多朋友可以 我們是一個自信的姐嗎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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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昧冒昧的 如果說像他現在已經有中心癌症了 那他又想要加其他重大的一個疾病 加 應該是自家賦約嘛 那這樣的話 他的保費會按照他原先保的那個條件 去射算 還是以他現在去射算 對 以現在的年齡 的確其實以遲用 因為他早期買算比較便宜 可是過去癌症重視在深谷 所以可能他在深谷 所以他沒有像玉琳哥那個 可以先拿 直接拿 可能拿的比較少 對 我好像不能一筆領回什麼什麼 對 可能拿的比較少 那所以 所以這個建議就是說 讓你是可以 一開始就可以有一筆錢 可以去運用在 像 一般其實癌症最常會聽到 就是有親朋好友會說 吃這個 另類療法嘛 吃這個 吃這個 要自己自會 對 那個時候生病的時候 很多標反藥物 健保是沒有機會 有啊 現在就這樣子 對 所以這個部分 的確重大疾病的部分 是可以Cover這個 可是如果以你這個年紀的話 如果買100萬的重大疾病的話 一年大概要 3萬多塊 都已經超過你這個保費 超過現在在1萬9 可是其實如果真的 真的罹患了癌症啊 其實我發現 100萬恐怕也不夠 因為我講一個 我自己親身同事的例子 我的同事是罹患鼻咽癌末期 鼻咽癌末期 那很麻煩 然後他除了國家給付健保的 就是放療化療那些之外 他就知道有一個很新的技術 叫螺旋刀嘛 在台大 然後他因為已經末期了 所以他是要用那個螺旋刀 才能夠根治 可是那個螺旋刀呢 政府就是 非常貴 對 不給付一台40萬 他光那個螺旋刀那個40萬 他要買那台機器 應該螺旋刀是兩成吧 他要買一台做一次手術 像剛剛講到40萬的話 以你現在的那個保單內容 因為他算一個手術 對 因為他有那個住院醫療 跟中心手術醫療 對 那可能 可能賠個十幾萬 二十萬之類的 那剩下的多出來的錢 還是要自己付 那他住院買幾個單位 像他1萬9買幾個單位 1萬9大概 你說的單位是 住院一天大概 1千到2千塊 那太少 2千 太少了 你不要笑 不是 你不要笑 我現在不要 我在講 保險也是用單位來 對 當然單位 單位差不多1千塊左右 那妳在笑什麼 我在笑你 誰醫療險 他在笑妳在笑 我在笑你 為什麼醫療險 會買到21萬 對 醫療險21萬 各位 我當時跟業務員交代 反正我呢 反正 21萬就是我一年齁 我的人情齁 我挺妳請最多就是21萬 也到這次為止 但是呢 針對醫療跟健康呢 我要求要 包山包海 然後要有龜鈴膏 對 生病妳不要讓我擠在 一大堆人馬 有特等病 看最好有VIP 最多能接受比方兩人四人 那要外勞看護嗎 要有捨狗盤嗎 我當時沒有想到這一點 因為我覺得我老婆消我那麼多 應該他就可以當我的康護 可是我後來結婚這幾年 發現 應該還是保康護險比較保險 對 我這裡面沒有康護嗎 沒有 沒有 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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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俊宏他可以那個 包山包海包龜鈴膏嗎 像玉琳真的有包山包海 21萬耶 他比以私容來講 他多了那個 就是40萬的當然螺旋刀 其實你就有 可以賠嗎 他有中大疾病 因為他有中大疾病 對啊 好佳喔 好佳喔 今天都有一樣可以贏他們買 你就可以贏一台螺旋刀 對 我有一台螺旋刀 對 所以一般住院的費用 那個玉琳哥裡面的 應該大部分都可以賠得到 俊宏你要一刀一針見學的回答我 一個很大的疑問是 醫療險即便他現在45歲 對 他需要買到21萬 才能有足夠的保障嗎 如果我們單單看 如果你的需求 就真的只有醫療 包含重大疾病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換算一下 其實大概這個的一半不到 都可以買到這樣對不對 所以 這就是我一定要 所以玉琳哥如果用 同樣買到這樣的套餐 你說定期的部分嗎 對 用定期的那個 那同樣就是說 他希望的全部都有 他想得通通有的話 那應該差多少 扣掉那個本來的3萬多 大概2萬多 那分別在哪裡 可以讓享受的保障跟福利 定期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其實我們今天講長期看護嘛 其實定期就只有可能到 60歲 70歲 以後 以後71歲 75歲就沒有了 對 那如果你擔心的是 可能到76歲那個部分的話 其實可能終身的部分 就是一個可以考量 我懂我懂 那會啊會擔心 那怎麼不會 不過其實還是講說 像那21萬 如果你用這樣子的內容 可能用剛剛講的7萬到10萬塊之內 剩下的10萬塊可以去做我們所謂的 住院之外的那些看護 看護 多買一個險啊 對 其實 多買看護 所以我如果要再加看護 等於這個價錢還要再往上加碼 如果不要改變現在的內容的話 對 對 看護比較畫一下 對 應該要模畫一下 我覺得你的很需要模畫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悉尼的 悉尼年繳4萬次 對 包括了終身受險 住院醫療 終身防癌險 對 那俊宏以這個悉尼的狀況來講 他的補助大概可以租到 什麼樣等級的病房 以這樣子的內容也是 也是選單人嗎 還是 你希望你的醫療可以求 一定的單人 對 那當然還是要自己負擔 大概快一半的病房 大概不用補助一千多對不對 沒有到 不只啦 不只一千多 不只一千多 大概有兩三千 對... 我這有補助到兩三千 對啊 你很不可思議對不對 對啊 那為什麼 怎麼會這樣 我的也是兩三千 他的也是兩三千 對啊 大家四萬多 一般標準 現在大概給付兩三千 大概保費 一年繳的保費 大概就是三萬多塊上下 那我們兩個最大的差別 到底在哪 中大級別在螺旋刀啊 對啦 你們有螺旋刀 我也有螺旋刀 那中生受險這個是 就是生後 掛了給家人的 金妮的妨礙險 是他生病的過程當中 就可以給付 還是還是要生後 他可以拿錢嗎 應該沒有吧 有一部分 他中生妨礙險的話 其實就是一筆 可能幾萬塊這樣 幾萬塊而已 對 以他的這個幾個來看 應該有一些什麼 六萬五萬而已 好 那保險打造 我們希望安穩退休 退休的對策第二 長期看護險最近非常的熱銷 沒錯 我們剛剛看到三位來賓的 像玉琳哥都覺得很需要 現在都缺少這一塊 對 或是搞半天 我們竟然沒有包含看護在裡面 對 那一如這一塊到底是怎樣 它的怎麼保法 第三位都有醫療險 但是大家都偏重在醫療險 可是就是沒有看護險 沒有看護險 對 長期醫療這個看護險 其實它可以 分成三大部分 是 對 它的給付呢 第一個就是說 長期看護的療養金 就是一旦你符合 需要被看護的狀態 對 它一次先給你一筆錢 那那筆錢可以用來幹嘛呢 請看護 買輪椅 沒有 是用來買輪椅 買輪椅 買電動床 是 我們躺在床上的時候 醫療床 我們不能說老婆 醫療配備 可以自動搖起來的 還有一種叫氣墊床 氣墊床是防止身上有乳瘡 對 因為兩小時要翻一次 對 然後呢 最重要的是說 這一筆金額呢 它從這裡可以理賠 對 但是問題是說 我要提醒大家 如果是 跟區公所 就可以領取所謂的輪椅 跟我剛剛講的 這個氣墊床的部分 政府也有就對了 政府有補助 頭髮常開血 也要爭大眼 它針對像癌症 特定的傷病 巴金三四症啊 脂肢症這些呢 它就直接 萬一發生這些狀況 就直接暗月 或暗年給付一筆錢 它一年的保費大概是 其實它這種保單有一個 叫 所以你如果在第89天 你 蛤 就 好 最重要的是說 這一筆金額呢 它從這裡可以理賠 對 但是問題是說 我要提醒大家 如果是低收入戶的話 其實你只要憑這個殘障手冊 跟區公所就可以領取所謂的輪椅 跟我剛剛講的這個氣墊床的部分 政府也有覺得 有 可以跟區公所去詢問 好 那像我剛剛在講 就像我一個朋友 他買了一個透天屋 然後他準備三代同堂 是 結果後來他爸爸中風 結果就發現說 他們家房間都在二樓 那怎麼辦 沒有電梯 沒有電梯 沒有電梯怎麼辦 沒有辦法三代同堂 一個生病只好搬家 對 所以像這個都是有可能衍生的費用 沒錯 對 那再來就是一個長期看護的保險金 那他可能會分每季或每半年 給你一筆金額 現在是多少錢 他現在就看你買的 比如說你如果買到三萬塊錢的 他可能一個月可以給你到三萬 可是那個都滿貴的 可能一年大概就要三到五萬塊 最少這樣 一年三到五萬 那未來一個月領三萬 對 領三萬是可以 外勞的 因為外勞現在請一個月兩萬多 你請本國的一天是一千八到兩千多 而且一次他請五天一個單位 對 所以這個要注意 那最後就是有一個身顧保險金 有些單是說如果你掛掉之後 它可以退還你所繳的錢 乘以1.05倍給你 那有的單是就沒有 用掉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也要特別注意 它是分三種給付方式 那我有一個問題 因為譬如說 好 假如今天我生病了 那我本來是這個單 那我可以在我身邊的時候 馬上跟他說我要改家看護這一塊嗎 因為有些會不收對不對 對 不行 可以嗎 因為身體 一般我們保險都是保所謂的標準體 如果你身體已經是那個有病體 甚至到聚保的狀況 它基本上 待病它就不要了 不收來不及 再做三位或者是觀眾朋友 都可以看你們的終身受險 因為終身受險主約 大部分它有保單價值準備金 把那個價值拿出來 可以拿來做調整 或剛剛講的跟約 去更換 因為現在很多的受險 目前都有附加一些看護的功能了 對 所以可以用這樣跟約 那跟約就不會 如果身體現在身體有狀況 跟約是不會受到影響 是可以的 是可以跟約 目前只有跟約是可以 你現在健康的狀況下可以變更 生病症 跟約是說 它就算身體狀況是有狀況的 還是可以跟約 還是可以 對 可是如果 除了剛剛講的用更約的方式 還有沒有一個其他的方法 跟我們介紹一下 有 其實我們講看護 其實聽起來就是 好像很久遠的事 我們在座大家都很年輕嘛 對 可是實際上當看護啊 根據一個統計 就是說大概平均進入到看護 大概到走掉 大概三到五年 三到五年 所以大概每一個月 大概假設花兩萬塊好了 一年就24萬 對 所以平均如果五年的話 而且更恐怖的是 在十年之後 它這個數字 這個年會跑到 因為科技的進步 醫療科技的進步 大家越來越長壽了 對 所以基本上呢 考慮到這件事情 我們來看就是說 所以現在的常看險 都比較貴 因為它是終身的 所以終身 因為很多人擔心 是未來的不確定性嘛 對 假設我們用30歲的一個男生 假如20年來看 其實有分兩種 這個部分呢 相對來講 瘦險型的常看 就我剛剛講的 像你們可以去做轉換的 對 那它呢 大概一年的保費 就假設一個月付 兩萬到三萬塊的 看護金的話 大概一年要七萬九 八萬塊 好貴喔 八萬講二十年喔 好貴喔 就一百六十萬 對一百六十萬 然後以後就不用講 好上一輩子 是不是 現在有保險公司 有出兩種 一個你可以選擇用定期的 是 定期就是可能 你覺得這二十年風險比較大 對 我就買個二十年的 那保費可能會比這個保費 在除以四左右 差不多兩萬塊 對 大概兩萬塊上下 就是買二十年的定期險 對 買二十年大概兩萬多塊 定期險二十年兩萬塊 過了二十年以後就沒了 對 二十年之後 而且還要剛好那二十年 因為你可能買到六十到六十 然後就剛好七十 對啊 保險公司它有一個保證給付 就是說 假設在第二十年發生看護 對 保證給付十年 所以我剛剛講的說 其實是 這個部分 因為我剛剛講大概三年 五年 十年 對 所以這個時間是還在一個 精算過之後的一個年期 對 那第二個部分在 在健康險的部分呢 基本上我們通常講說 受險嘛 所以它只要是殘廢等級就給付 那健康險的部分 它就特定傷病 像剛剛司容擔心的是癌症的部分 對 它針對像癌症特定的傷病 巴金森氏症啊 失智症這些呢 它就直接 萬一發生這些狀況 就直接按月 或按年給付一筆錢 對 那這樣子的保費 因為它只有特定疾病嘛 對 它一年的保費大概是 兩萬七千塊左右 可是它終身會按月給付三萬 對 終身按月給付 所以 那這個特定疾病 萬一就是本來特定的不生 結果就生了 對 就生一堆 所以 人家嚇那個大笑 對啊 冰果 對啊 所以 這個是特定有幾種 大概目前大概都 十種到二十三種左右 那這樣也滿廣泛的 都是常見 一般常見的一些疾病 那如果真的生的是超過的 那就認了 癌症之類 對 所以如果有些觀眾朋友 如果他覺得擔心的是 特定的狀況 那譬如說我們會看 是 它可能過去有家族病史 中風的 高血壓經驗比較高 癌症的經驗比較高 那可以選擇 預算沒那麼高 可以用這種健康性 兩萬 兩萬七千一百萬 對 兩萬七千一百萬 那專家我可以發問嗎 因為我已經有終身癌症了 我還可以加買這個 那不是Double了嗎 這個是 這個通常是要到那個 我們講說不是住院的 住院是在你的 中身癌症給付 然後這個健康 這是看護 這個是看護 所以這兩種是不同的 不同的 因為我這邊有癌 這是給你請看護的 住院這邊不會給付 住院這邊不會給付 這跟住院沒有關係 他會直接給看護 所以說萬一你離癌 他給你一個看護的三萬塊這樣 對 對 那另外一個原因是 他健康險他的特色就是 他沒有所謂的 像受險他有一個深顧的部分 對 他有一個深顧的受險成本 保險成本 那健康險他也少了這個部分 深顧就自己處理的就好了 對 所以相對來講 可以看需求 如果像玉琳哥的話 可能他有受險的需求 其實你看七萬多 把這個部分一部分 為什麼你每看我一次這個板子 你就會笑 但是很脆耶 對 挪過去同時又有保障 同時看護也補齊了 那一如長看險 我們投保要注意哪些事情 對 還是要注意 就是說 第一個我覺得要注意那個 所謂的幾副年限 就是說 不要以為說我買的長看險 我現在躺下去之後呢 到死我都有得付 他不是這樣子的 真的不 沒有 他有幾副年限 有幾副年限 對 有的可能十年 有的十五年 有的終生 所以你要看你的幾副年限是多少 看清楚自己的條件是什麼 對 自從那個需要康復那一天開始算 然後十年 十五年 不是 不是 他有分幾副的次數 比如說他半年給一次 對 一年給一次 他可能幾副個三十幾次 他類似是這樣子 就沒有了 對 就沒有了 他有沒有一個幾副 他等於有一個幾副最高金額的限制 對 類似像這樣子 是 那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要小心 比如說像剛剛我們建議的 如果是買定期險的話 就要注意 就是說 他只有在有保的時候有 對 如果定期險沒有的時候呢 這個時候我就沒有這個保障了 對 所以可能到七十幾歲就沒有了 對 這個也要特別的注意 而且他也不再賣了 對 那個時候再買的話 第一個可能不再賣 第二個他也保費變很貴 很貴 然後再來就是像剛剛玉琳哥有問說 是 其實他這種保單有一個叫 免責期 對 免責期就是說當你確定你需要 你需要看護的時候呢 是 他可能要有等三十天 六十天 九十天 才開始幾副 對 之後才開始付你 是是是 所以你如果在第八十九天 你突然好了 就沒有辦法 所以你要注意他有這個免責期 那怎麼樣也要拖過 所以記得 對啊 記得到八十九天 如果是九十天 他要繼續討一下 好也要放過好不好 對啊 對 就在免責最好是 自己化妝把地裡化黃一點 對 不要買太長的 這個要注意這樣 所以有幾個重點提供給大家參考 如果你想要買長看險的話 一定要注意這些事情 那我覺得今天的三位來賓 有 你們的保險感覺就是 我覺得好像問題重生 他們 需要以你們的需求跟期待 再去做一些調整 其實今天三位來賓都有保險概念 對 但是他買到的都大部分都是醫療 現在只有缺少那一塊 就長期堪穩 沒錯 你把它補足還是做一個修正 而且看樣子好像不需要再 額外增加金額 其實保單調整一下 你那個已經 你的金額已經太澎湃了 沒有啦 玉琳哥那個有夠澎湃了 對啊 你就要那個金額裡面去調整就夠了 沒錯 好 最後我們來聽聽 憲哥有話跟你說 好 那人人都希望 退得早 退得好 就是說希望退休生活呢 能夠過得幸福快樂 所以你第一個要破除退休理財的迷思 打造你的黃金的退休生活 提早準備 未雨綢繆 那當然就是替自己買一個適合自己的保單 英明顧正才能夠付足一生 沒錯 希望所有的觀眾朋友都可以有一個非常棒的退休生活 最後一期謝謝所有的來賓 謝謝 謝謝